糖尿病的人口应该是已经 超越台北市的总人口数 所以如果是糖尿病的话 一般在临床上 最常见到的症状就是 没有症状 就是没有症状 你就告诉医生说 那个排糖药 对排糖药 医生就知道了 它最主要的作用是排糖 把你体内过多的糖分给排泄掉 第二个 因为在排糖的过程中 会夹杂大量的水分给排掉 所以也有降压的效果 第二个糖尿病的新药了 医生 这个叫做蒸剂 这个叫做GLP1RA 那最主要的就是 让你不想吃东西 它能够抑制你的食欲 然后达到一个 摄取食物的一个减少的量 达到降糖跟减重的效果 多少钱啊多少钱 我想大概知道一下多少钱 哈喽我是诗外 年底的九合一选举 快要到了台北市的人口呢 大约是260万 但是你知道哪一个疾病的人口 直逼台北市人口吗 答案就是糖尿病 糖尿病呢 在健保油统计的部分呢 大约有230万 直逼台北市哦 到底糖尿病呢 现在有什么样最新治疗的方式 我们赶快来邀请到的是 振兴医院新陈代谢科的名医 我们要来欢迎时光中医师 时医师你好 时尾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时医师呢非常厉害哦 他曾经帮助很多病人呢 稳定的控制糖尿病 而且我们不能讲他名字啊 有一位非常知名的媒体的前辈 也是在使医师的治疗之下 从几公斤就要几公斤啊 我们不能透露他的 我只能说是媒体前辈 但我不能再说更多了 好像少了16 7公斤吧 所以之前 他当初来看你的时候 是什么经济 三高有血糖 就是体重也是比较重 然后有血压血糖 跟胆固层的问题 然后现在经过 他也很努力 自己重点是他自己很努力 然后现在几乎已经完全没有吃药 瘦了大概16 7公斤左右 糖尿病患者瘦了16 17公斤左右 他靠的是什么样的方法呢 他靠的就是第一个吃得少吃嘛 吃得少 然后他有开始养成运动的习惯 他觉得运动蛮有效的 那事实上来讲运动 对我们这些慢性病的病人来说 糖尿病的确是最有效的 它的效果比高血压 还有胆固层要来得更好 为什么 是做什么运动 是做重量训练 还是要跑步啊 做运动啊 我们强调的是有氧运动 为什么有氧运动对糖尿病 特别有效呢 因为有氧运动最主要是 属于大肌肉块的运动 那这种大肌肉块的运动 对不对 就能够增加糖分的消耗 那糖分的消耗大部分都是在骨壳肌 那这种骨壳肌在我们全身 所有的肌肉里面的 大概百分之七八十左右 算是很高的一个比例 是 所以呢你只要能够做这种 所谓的有氧运动 大肌肉块的运动 血糖就会消耗的很多 可是医生大家都说我没有时间 我要上班 我要顾小孩 我哪有时间运动 但是时间跟骨钩一样 挤一挤就没有了 医生你自己都什么时候运动 我跟你讲医生是很好的榜范 你什么时候运动 我都利用早上 每个礼拜会去运动个两次吧 大概跑个一小时左右 早上几点 早上大概都是四五点吧 五点钟 你怎么爬得起来啊 习惯就好了 有些习惯就不难 就像你只要把他 priority 摆在前面的话 你自然就有时间了 如果说你永远就觉得没有时间 那真的就没有时间去运动 那假日的话 我就陪我太太走路 逛这个地下街 这个 又不会烧到太阳又冷气 对对对 然后又可以走很久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那位媒体前辈 是靠着饮食的控制 还有靠运动 我记得好像有打篮球 有有打球 也有跑步 有也有骑那个脚踏车 脚踏车对不对 都有对 所以瘦了整整1617公斤 多久的时间 大概两年吧 两年的时间 而且都没有再富胖哦 对重点是对 没错是有讲到一个重点 他完全体重就没有再增加 那他就保持 当然在这个中间 他有一段时间有点预足 他说我体重怎么反而回升一些些 我说其实这个回升也是正常的 最主要你运动 把你的脂肪给减掉了 可是增加是你的肌肉啊 肌肉本来就比脂肪要来的重啊 所以你体重会有点回升 其实不用太介意 这也是一个代表你真正有在做运动 落实的一个习惯 好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 跟大家聊聊有关于糖尿病啊 糖尿病呢 在健保有统计的人口是230万 那台北市的选举人口呢是260 不是台北市的总人口数是260万 那医生说其实还有一些没有去健保看诊的 潜尝的糖尿病患者 对大概我们统计国内的糖尿病的总人数 大概是280万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落差40 50万 对不对 那这40 50万的病人就是说 他自己已经有了糖尿病 可是他不知道 那不知道再加上症状不是很严重 所以他可能也不会来看病 那这些这些糖尿病的病人 最主要是透过一般所谓的社区的健检 或是一边的所谓的一些公益活动 员工健检 对会帮病人这个量血压测血糖这些等等 把它找出来的 那这类病人也是蛮多的 大概有台湾有四五十万人 所以事实上糖尿病的人口应该是已经 超越台北市的总人口数 好那我们要请医生来跟我们大家讲一下 我们等会要告诉大家呢 糖尿病现在最新的用药有新的发明 可以帮助呢 糖尿病的病友们更轻松的控制血糖 但是我要先来回答一个最常见的问题 结果大家都说糖尿病患呢 一定是吃多喝多尿多有三多 还有体重减轻 大家才会发现自己有糖尿病 但事实上医生说 千万不要等到这些症状出现 那个时候就不会哭了 对就已经是属于比较严重的 而且这些病人可能都是要住院 接受胰岛素的注射 好所以如果是糖尿病的话 一般在临床上最常见到的症状就是 没有症状就是没有症状 没有症状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 好而且呢我们要跟大家稍微的讲一下 在全世界呢事实上有6亿人口的人呢 患有糖尿病 而在台湾呢每年新增的人口数呢 大约是2万5千人这么的多 所以我要请医生来告诉一下我们大家 现在有什么新的糖尿病的用药 很有用喔 赶快来告诉一下大家 请大家可以赶快给你的糖尿病的医生来做讨论 OK好 那一个好的用药的话不外乎有几个条件 第一个它当然降血糖降得很好嘛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也希望能够控制它的体重嘛 对 对不对 甚至它不要有副作用的发生嘛 是 它最常见的副作用就是滴血糖嘛 对不对 我们也希望这些 而且另外来讲还有一个更重要 它能够保护你的肾脏心脏跟这个脑血管的 这种各方面的器官的功能 对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新的药 那目前来讲透过一些时间的演变呢 甚至有这类新药的出现 我们对糖尿病在治疗糖尿病的治疗之间 都已经做了修正 那最主要就是有两类新的药出现 第一类是口服的 它的全名用英文字讲叫做SGOT2抑制剂 它的就是中文的全名比较长 不过我也讲一遍好了 就是这个所谓的钠离子跟钾离子的共同的一个输送器的一个抑制剂 它的好处是什么 它的作用是什么 它的作用最主要就是减少肾脂球对糖分的吸收 那换句话说 它最主要的作用是要排糖 把你体内过多的糖分给排泄掉 那在排糖的过程中呢 当然就是说你的血糖可以下降 然后第二个 因为在排糖的过程中会夹杂大量的水分给排掉 所以也有降压的效果 降血压的效果 对 降血压的效果 那第三个因为它排糖嘛 那一天大概可以排出280克的糖分 那糖分本身就是一个热量 就可以减少这个糖分的一个色 就是减少热量的摄取 大概排糖排70克 因为一克的糖有四大卡 所以大概减少280卡的吸收 所以呢长期下来就有一个减重的效果 那这个的话来讲还不够shock 还不够惊艳 那其实在这两年来讲发现它对很多的心血管疾病 有一个预防的好处 而且对肾病变也有好处 而且也能够预防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的一个发生 所以说它有这么多的一个好处 那换句话说对我们各个重要的器官来讲 也是一个保护的作用 这个就是它为什么最近这么夯的一个原因 简单来讲呢 如果你记不清楚那么长的名字 你就告诉医生说 那个排糖药 对排糖药一生就知道了 但是这个排糖药医师 要一天找个固定的时间吃 基本上也可以 吃一颗 吃一颗 也有剂量比较低的 比较低的可能就是要吃到两颗 那就是早晚割一颗 所以基本上来讲 不管是吃药很弹性很方便 可是要注意的事项有两点 第一个因为它是排糖 会夹杂大量的水分排出 换句话说水分的补充非常的重要 要配合多喝水 大概每一天要比平常要多喝五六百cc的水 多喝水没事没事多喝水 多喝五六百cc的水 那如果说你不多喝水 它就有一些副作用 它的副作用就比较容易造成泌尿道的一个感染 因为有糖分嘛 那糖分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细菌的一个培养名 所以说你这个糖分没有再喝大量的水 把糖分从膀胱给排泄掉的话 这时候可能就会在膀胱里面有细菌的一些滋长 那除了膀胱之外 女性来讲泌尿道的这种生殖系统的感染 也是常见的也是要小心 还好这种副作用只要透过多喝水 基本上来讲大概都可以完全的消除掉 这还蛮容易的 它只是多喝水而已嘛 对啊没有错 效果很好 在我们讲到的是第一个糖尿病的新药 现在应用带铃床上面大概已经几年的时间了 已经很久了 大概都大概有七八年的时间了 七八年时间了 只是一个新的药对不对 它刚开始的时候 它的目的只是控制血糖 后来我刚刚也跟陆陆续续大家讲了 对不对 它有这么多的一个好处在 然后又有一个新的 今年三月份才通过的一个适应证 就是它对心脏衰竭的病人 虽然没有糖尿病 也是可以来使用的 那换句话说 这个药就不只用在糖尿病人 用在心脏衰竭的病人也是可以的 对 所以呢这个药目前在医学界来讲 都非常的行的 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好 那下一个呢 我们要赶快帮大家介绍一个是 第二个糖尿病的新药了 医生 这个叫做真剂 这个叫做GLP1RA 那就是翻译成中文叫做深糖素的一个类似物的一种所谓的类似的一个药 是有字旁的糖还是米字旁的糖 米字旁的糖 米字旁的糖 对 刚刚排糖跟都是米字旁的糖 对排糖就是排米字边的糖 那另外那个GLP1RA的话 它是Glucagan 它是丑之边的糖 丑之边的糖 那基本上来讲 这个药它的作用有两个 第一个可以刺激胰岛素的分泌 简单 好 第二个它抑制甘糖的合成 那因为甘糖多的话 也会造成血糖的上升 所以它有两个作用 一个刺激胰岛素的分泌 达到降低血糖的效果 然后第二个抑制甘糖的形成 也能够达到降低血糖的效果 所以它有双重作用 也就是第一个让工厂 赶快大量的生产更多的胰岛素 第二个呢 就是说让你产的甘糖的数量减少 对没有错 那这类的药 但我听说它最好的效果 不是抑制食欲吗 对没有错 那它这类的药是一个大的药 它这个药底下分为两种 一个是口服的 一个是蒸剂的 那口服跟蒸剂 理论上它的效果应该是一样的 对不对 可是临床上看到的是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完全不同的一个结果 那蒸剂的这种来讲 对不对 就有抑制食欲的效果 对不对 然后呢 也有这个促进排糖的一个作用在 只是比较轻微 它最主要能够对胰岛素的品质 跟它的量 都能够得到一个改善 最重要是抑制食欲 对 而且它对视网膜的病变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可以预防视网膜的一个进展 所以说那当然大家最认为 最重要就是它抑制它的食欲 那抑制食欲的话 那病人基本上就变得比较不想吃东西 你知道吗 我用胶布把嘴巴贴起来是没用的 我还是会想要把它撕下来吃东西 对 你知道咸酥鸡 卤味 鸡排 这都是多么美味的东西啊 对 那这类的药又分为 细分为两种 我们先讲这个治疗糖尿病的这个药 GOP1 RA 那这个药刚开始的时候 是一天要打两次 结果后来慢慢随着科技的进展 药厂的一个研发 然后后来变成说一天打一次的 然后现在就是说在市场上 已经可以看到是一个礼拜打一次的 那他们现在还在研发 一个月打一次的 是自己像胰岛素一样 自己回家自己打吗 对自己注射 那就很方便 因为它现在大部分都是像比针一样的模式嘛 对对对 没有错 就跟比针一样的 很方便 那病人满意度也很高 那当然打了之后 这个药的缺点就是可能会有点副作用 可能会有恶心啊 嘔吐啊 类似这些的副作用 所以呢 在使用这类药的时候 我们都刚开始的时候 从低剂量开始使用 然后慢慢的增加到高剂量 基本上这个病人的接受度就比较高了 它对这种肠味道的副作用就比较少了 当然就是包括恶心嘔吐啊 肚子胀胀的 甚至严重一点腹泻 那最主要的就是让你不想吃东西 它能够抑制你的食欲 然后达到一个摄取食物的一个减少的量 达到降糖跟减重的效果 这很重要 这非常重要 这增剂的部分 那还有一种就是说健保目前是不给付的 也是打针的 也是减重的 对 它们这两种成分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当然来讲 虽然主要的成分是一样 当然里面还是有点不同 而且是由不同的药厂所研发的 那现在这种打针的增剂 健保是没有给付的 它要每天注射 每天注射 可是它减重的效果 当然比刚刚讲的那种 对使用在糖尿病病人增剂来讲 它的效果要更好 哇 但健保不给付 但是缺点是健保不给付 对 多少钱啊 多少钱 我想大概知道一下多少钱 每天要打的 每天要打的 对没有错 那就是看剂量 如果说你只打0.6毫克的话 一个月大概是一支就是3300块钱 那这是我们医院的价格 一个月的药费 一个月3300 对一个月3300 那还可以啦 对这是打0.6的 那如果说打到最高量是3.0的 对不对 3.0的话是0.6的5倍嘛 所以你一个月的药费就是3300 去乘以5 乘以5 大概就是16000多 可是我们国人 比较除非你很胖的那种 否则我个人的临床经验打到1.8就不错了 那打到1.8来讲的话 其实大概就是1万块钱左右 其实这个市场上来讲是接受度是蛮高的 为什么 大家去做一个美容手术的话 对不对 随便做一下要十几万 那你这一个月花个1万块钱来讲的话 基本上接受度还蛮高的 可是医生这来了几个重点 请问比如说像我这样子 我没有到非常的胖 但是如果我还是觉得对自己的身材不满意 我说医生医生我想自飞打那个针是可以的吗 不会我还是不会给你打 所以他还是有条件限制的 当然啦每一种药物 虽然是你健康人正常人 可是还有适应症啦 像思维这么瘦对不对 那是绝对不会开给你打的 他一定要还是你的BMI来讲要大过27 我才会考虑 BMI27才会考虑 对没有到27 或是你到25有一些共病症的话 也是可以考虑的 共病症意思是指有一些三高的疾病 所以这个打针的针剂分两种 一种是帮助糖尿病病有的抑制食欲的 降低血糖的药剂 另外一种呢是成分面容差不多 但是它是减重的要自费的对不对 对对对对 最后口服的这个我们快速讲一下 好口服的GLP1RA最近口服的也上来了 也上来了 目前来讲健保局还没有给付 因为GLP1RA它是一个多生态 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打针的效果 是只能做成针剂 那现在的口服的也有 可是它的这种所谓的含量 因为毕竟口服嘛 所以吸收率会比较 没有像针剂那么的好 所以它的口服的量 大概是针剂的10倍左右 10倍左右 不过目前来讲它的健保局是不给付 不过价格已经也出来了 一颗大概一天吃一颗就可以了 大概是200块钱左右 一天200块钱 对一天200 所以算算一个月也要6000块钱左右 各位最后最重要的这件事情了 刚刚我们介绍到了两种糖尿病的新药 还有一种减重的新药 这些药物是你去敲新陈代谢科门诊的医师 跟他讲说我要吃这个药 他就一定给你的吗 还是他有所谓一个用药的先后顺序 你必须要前面的一些降血糖的药都没有效果 糖化血色素也下不来才能够用这些药吗 OK思维这个问题非常好 为什么这个就是对这种糖尿病治疗指引的改版 以前都认为说这个药不能直接马上拿来用 可是现在包括美国欧洲 或是我们糖尿病学会跟健保局的建议 这类所谓SGOT度抑制剂的话 基本上来讲只要有一些符合 大概都可以作为第二线的用药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你的肾功能 你的这个所谓的有效性的施求过利率 大概要大于30以上就可以用 现在已经变成第二线的用药了 所以是肾要好是不是 肾对 即使稍微差一点也是可以 你只要肾病变没有到第四级以上的话 基本上都是可以用的 那是因为它对肾这样也会或多或少影响吗 对 不过呢大家也不要这么预除 大家想说我洗肾的话就不能用对不对 现在有一个药这类的药 它也拿到健保局的一个新的适应症 这等于说当你肾功能不是很差的时候 只要你的EGFR所谓的有效肾施求过利率大于30以上的话 你就可以用 然后一直可以用到洗肾 即使你洗肾了还是可以用 所以说那换句话说这类的药为什么会这么的夯 因为随着时间的眼镜发现它的好处是越来越多 那对病人器官的保护也是越来越重要 所以呢健保局也是有开了这个让我们大家能够去使用 那如果说你不考虑到费用的问题对不对 因为健保局毕竟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这两个药是不可以并用的 你只能二选一 你说排糖药跟抑制食欲的药只能二选一 对那抑制食欲的那个增绩 因为费用比较高 所以它的限定会比较高一点 糖化血色素大概要大于8.5以上才能够使用 而且要半点以上才能够使用 不过还好健保局也不是那么的不合情理 如果说你有心血管的疾病 或是有一些曾经中过风的 也这种属于非常高危险性的这种所谓的 心血管的患者也是可以作为第二线的用药 也是可以的 好 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这个呢糖尿病有新的药物 但是你到底适不适合用 还是要看你的肾脏状况 或者是你其他的血压状况 要做一个整体的评量了对不对 还是要跟医生来做一个充分的讨论 对对 好 以上呢是跟大家分享 有关于糖尿病治疗新药最新的新知了 台北市长谁当选我们不知道 但是呢有230万统计在案的糖尿病人口 我们要好好的积极来控制我们的糖尿病哦 否则糖尿病严重有可能导致 是我们病变失明甚至截肢 或者是呢造成其他严重的并发症 都请大家要特别的留意 我们也非常谢谢时光中医师 谢谢 谢谢 谢谢